起風裡 鬧雙眼動人 小心的迷人 怨在後 我愛的你 給你一杯 你別忘了笑死的你 你別鬧心 別鬧心 但你的意思 你別鬧心 哇 這也太帥了吧 你也有在使用交友軟體嗎 交友軟體很多帥哥美女的照片 你心動了嗎 詐騙集團會盜用帥哥美女的照片 在網路上建立假的交友檔案 跟普特町的對象聊天 每天細心問候 貼心呵護 比偶像巨男女的照還要暖 等跟你培養感情一段時間後 就開始以超過處意外 父母生病 臨時要繳保費等等各種理由 像你借錢或是請你先幫忙支付 比鄉土巨更多災多難 但千萬別上當 請保持一個原則 談天可以 談錢免談 才不會受騙上當喔 因為其實現在民眾就是 詐騙的手法一直在日益更新 就像比如說租房子的詐騙啊 然後現在AI的詐騙 或者是說有那種就是網路上被盜用的那種詐騙 已經越來越多元 那其實詐騙要去 二就是制止他們要從源頭做起 只要大家不要把錢轉去給他們 其實詐騙的事情就可以越來越少 那當然我自己能盡我自己的力量做到的就是 讓大家多知道說現在詐騙的趨勢已經到哪裡 我們必須要怎麼樣去預防它 所以才會有時候我自己 因為連我自己的IG上面都會有一些反假的影片 那也是我利用下半時間自己去拍自己去剪輯的 對 那主要會跟台中風源他們合作是因為 他們那時候 剛好大家最近這個反假的 就是算是我們的重點 警察打假的重點 對那他們也剛好有找到一些就是網紅 就是應該算警戒網紅啊 但是大家都這樣講 那我自己沒有覺得 對就是會找到一些比較流量比較高的 那請大家去幫忙推廣 那推廣下去也比較有那個就是算宣傳到這樣子 主要是因為我的儀仗也在當警察 然後而且警察工作比較穩定 也可以學到很多就是一般大學學不到的東西 像柔道啊設計啊 我會考三等的原因其實是 親朋好友他們都滿希望就是我去報考的 對因為我儀仗自己本身也是長官 他也是後面考試上就是當長官的 那我覺得我自己會希望說就是 期許自己當一個好長官 因為畢竟我在基層也就是工作了三年多 那也知道大家基層的辛苦 因為不想要造成這種就是那種內部的那種對立狀態 就是有一些基層啊跟主管他們的對立 也會希望就是避免到這種狀況 那就是多傾聽大家的聲音啊 如果想未來就是有幸可以改變一些警察的生態的話 其實也想要做一些改變這樣